你看看 每個人的背後代表多少張的選票 台大EMBA校友做馬會場 雖然是來聽蔡英文演講的 但一開場就單刀直入先題2016 話題敏感蔡英文打得更辣 只是現場都是社會上精英中的精英 想問的當然不只這樣 如果你有機會 你認為你應該這麼做 是不是有機會讓入資進入台灣 在合理的管控之下也把它當成一個可以被管理健康而成熟的外資 這樣才能解決台灣沒有錢的問題 募資的錢如果是有助於台灣的產業 實質的產業的發展 我們當然管理 但是如果進來還是在房地產還是在股市 有意義嗎 你說台灣沒有募資嗎 我告訴你 台灣募資很多 因為他不叫他自己是募資而已 從政治談到財經專業 台下編廳也沒忘了拿出手機拍照 熱情的校園氣氛讓蔡英文直呼 有有有充飛做教授的感覺 記者蔡廢話李澤民台北報導